两辆汽车被掉落的砖头砸毁 汽车警报响个不停 根据美国地址调查所 台湾时间9月21号晚上10点04分 阿尔巴尼亚发生规模5.6地震 镇央在多拉索北方6公里 深度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墙里摇晃 办公室里有人拔腿就跑 有的人躲到桌子下避难 位在首都的蒂拉纳大学 一栋建筑严重毁损 还有公寓外墙均裂 窗户玻璃碎裂 屋子里的天花板也出现裂痕 民众想起地震当时还心有余悸 强力摇晃造成上百栋建筑受损 首都蒂拉纳也断电 强震后又发生两次余震 规模最大5.3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表示 这是30年来袭击当地最强烈地震 不少民众在惊慌走壁时受伤 大多是轻伤 幸好没有人员离难的灾情传出 在新闻里放编译